大埔龍美村發生兇殺案 一名女子被家人報稱由星期二開始失蹤 到星期五被人發現已經在涉事的單位內被人殺害 據悉她已經被人碎屍樓下大量殘肢 警方接報調查後以涉嫌謀殺拘捕三個人 包括她前夫的父母及兄長 驗證調查案件 消息指死者為28歲的時裝界名模蔡天鳳 她報住在何文田加多利山一個單位 更多次在上流社會延伸 並曾經在今年的2月 接受巴黎時裝公布數字版的封面訪問